整理到裡面 看看說這次還有哪些金額剩下多少錢 然後總共的金額還剩多少 這樣子我在下一次要再去那裡之前 我就可以知道說 欸我現在還剩多少 那我的信用卡部分呢 我通常會選擇的是 那這樣我的行李重量就可以減輕 我就可以再繼續購物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適男不是男的 藍看到我旁邊的行李箱呢 應該就知道今天的主題是什麼了吧 那我今天主要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出國行李可以帶些什麼 這次會想要拍這支影片呢 主要是因為 我即將要出發去泰國的清邁 那我今年呢也有去日本 那去年呢也有去澳洲的部分 所以呢我最近也有被朋友問說 欸出國行李需要帶一些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來拍一支影片呢 來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的行李介紹部分呢 會分成脫育行李 還有所謂的手提行李 我們先從我們的手提行李開始 我的手提行李呢 會根據不同的狀況去決定說 欸我這次要帶什麼樣的手提行李 通常呢都會有一個側背包 那另外呢 如果是搭傳統航空的話 我可能會帶一個小的 Carrion的行李箱 手提行李箱呢 本身會有一個他自己的基礎重量 但是也很好 因為會帶就是這種比較清醒的後背包 那接著呢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手提行李會帶一些什麼 首先呢是這個包包 這個包包呢是Celine的 那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來看我人生第一個名牌包 所以我裡面呢會帶的是一個手機背帶 手機背帶呢是以防 如果說突然有一些狀況 可能會擔心說我的手機 會從我手中滑掉 因為畢竟我的手就是有點臭手 很容易摔手機 拿一個就是手機背帶的話 對我來說會比較安心 接著呢就是會有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呢通常會放我的護照 還有耳機 以及一個酒精噴霧 或者是如果說譬如說在我的旅行過程中呢 我拿到一些單據 然後我的錢包是塞不下的話 我可能就會把它收集在這邊 接下來呢就是一個 裝雜七雜八的一個小包包 這個包包呢是之前去日本在大創買的 那那時候大創都是一個 100塊日幣左右吧 所以20幾塊就可以買到一個小包包 我覺得超級實用 推薦大家去日本大創 可以就是搜刮這些好物 那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面會放些什麼 這裡面呢通常我會塞一支口紅 這支是Bobbi Brown的 它會有一瓶小的香水 然後這個是Lebel的10號 以及再一支口紅 這支是韓國購入的這個品牌 我覺得這一個品牌很好用 然後會讓你的嘴唇顯得很水潤 但是呢它的缺點就是 它其實很容易掉色 然後接著呢會有一個負荷糖 這個在台灣也會帶著 避免說如果吃東西 然後有留一些口味的話 我就會吃這個 接著呢就是一個稀有麵紙 這是在日本的京都買的 然後還有一面小鏡子 這個鏡子就是超小 但是還蠻方便的這樣 暈機 暈車 藥 搭飛機可能有一些 知道說如果今天狀況不太好的話 我就會背一些暈機藥在手上 大家來大廳 就是會想說 欸這個包包你用什麼 你怎麼瀝瀝瀝的 這個是在前草寺附近買的一個桃陵 然後這是希望說可以帶來好運的桃陵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這個包包裡面裝的 接下來呢就是我的錢包 我的錢包這個也是Celine的 通常我的錢包裡面就會放 這一次出國要帶你的信用卡 還有就是當地的貨幣以及台幣 那我的信用卡部分呢 我通常會選擇的是台新的Flygo卡 還有就是國泰式華的Q卡 Q卡好處就是它的小數點是你自己會選擇折扣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讓你很明確的知道說 欸我這次自己扣了多少錢 所以出國我通常會帶這兩張卡 那另外呢我還會帶一張就是Visa金融卡 以避免說如果說在國外突然有一些狀況 可能需要領現金的 所以就是我都會帶著 那另外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外國貨幣 我通常會裝在這個小冊子裡面 這個小冊子呢是之前看到網路上有人分享的 我自己也這樣子實施 那這個小冊子裡面呢 我會放出國才會用到的信用卡 因為其實一般在台灣不會用到的話 也沒有必要就是放在錢包裡面 我通常會把它收在這裡 那另外呢每一國的當地貨幣 我就會這樣這樣收納 像這個是韓園 就會在每一次旅遊完以後 整理到裡面 看看說這次還有哪些金額剩下多少錢 然後總共的金額還剩多少 這樣子我在下一次要再去那裡之前 我就可以知道說 欸我現在還剩多少 那我需不需要在台灣先換彈幣這樣子的狀況 這裡面呢我也會把交通卡放進去 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說 欸我在這個地方是有買交通卡的 在下一次再到這個國家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拿出來做使用 然後在拿取貨幣的時候 同時也知道自己有交通卡 就不會避免說到了當地 又發現啊我沒有帶到交通卡 這樣的狀況 又要花一筆錢 所以每一頁呢 我大概都會這樣子寫清楚 像是這是去年的澳幣 然後我這次去泰國呢 我做功課是發現說 可以到當地去換泰銖 其實匯率比較好 所以我這次可能會帶台幣跟美金 過去邊去做換匯的動作 那裡面呢還有有隨身衛生紙包 然後他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如果到當地 需要用到網路的話 會有實體的SIM卡 還有eSIM這兩種 我之前都是用實體的SIM卡 然後這次我去泰國呢 是用eSIM 所以如果說你是自己用實體SIM卡的話 會建議你自己帶針 然後放在錢包裡面 搭乘飛機的時候 他準備降落之前 你就把他的SIM卡做抽取替換 就可以省去說 欸你到落地以後 然後大家都在出國海關 你才在自己在那邊用SIM卡 其實會蠻麻煩的 建議在飛機上就可以弄好 那另外我這次就是去泰國 所以我自己會再自備防曬乳 還有防蚊液在我的身上 就是避免說去到一些地方 然後需要補防曬 或是補防蚊液的動作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包包了 為什麼要帶到後背包呢 主要是我在搭飛機的時候 我會希望說 我可以直接把這個包包呢 放到我的後背包裡面 這樣我就不需要就是 要要背 然後又要後背這樣子 回程的時候在免稅店 有就是購入一些東西 我就可以直接放到這個後背包裡面 避免說 欸手上有一堆東西 連行其實也有限制一些重量的問題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就不會說 讓人家覺得說 欸你是不是裡面塞了一堆東西 這樣 接下來就是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呢 我的側邊呢 我會放我的行動電源 這個行動電源 之前是有一些案例 但是我自己用是還蠻方便的 畢竟就是它的那個線 有iPhone的專用線 然後像是持五的Type-C其實也有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說算是蠻方便的 我自己都會帶這一顆 那另外一邊呢 我就會裝我的茶壺 就是我想喝水的話 水手一抽就出來 所以這顆就是我在登記的時候 會是這樣子的搭配 好接下來就來講我的拖運行李 我的拖運行李呢 最主要的就是會有衣服 那衣服呢 基本上會建議說 如果說你去到七天的話 你可能自己就要帶到六天的衣服 再加上一套的睡衣 像是去清賣啊 首爾 或是日本的話 其實還有一些人會是選擇 就是可能帶小套一點 然後去到那邊購買 那內褲的話 我就是會把它收納在 就是專用的袋子裡面 像是內褲的部分 我就可能會帶一些 準備要汰換掉的內褲 所以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就可以就穿過後 然後就做汰換的動作 那這樣我的心理重量就可以減輕 我就可以再繼續購物 接下來就是毛巾的部分 毛巾的話 跟內褲一樣 我也會帶就是 準備要被汰換的毛巾 然後去到國外 直接做丟掉的動作 接下來是脫鞋 我自己個人就是 去國外的時候 甚至是在台灣旅遊也是 因為我個人呢 衛生習慣 所以我自己會比較排斥 直接赤腳踩浴室的地板 所以呢我自己都會帶 自己的專用拖鞋去 因為飯店就算有附拖鞋 通常也都是那種直板 或是布的 其實比較不適合 踏入飯店的浴室裡面 那接著就是垃圾袋 我帶的垃圾袋 都是乾淨垃圾袋 然後專門是要來裝 就是我穿過的髒衣服 每兩天可能做打包一次 這樣子就不會說 髒衣服跟乾淨的衣服 是混在一起的 接下來就是口罩 口罩就看個人的習慣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會擔心說 搭乘飛機 主要是搭乘飛機的時候 因為去國外其實大部分現在也很少人在戴口罩 那搭乘飛機的時候 會建議還是要戴口罩 畢竟你也不知道身邊住的人 會不會有流感的問題 畢竟是內容季節交換的時候 其實對於流感還是要小心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是行李襯了 我會把一些充電線 或是行李襯 以及就是腳架的話 收納在一個這樣的袋子裡面 行李襯的話 我的是之前很久之前買的這一款 然後這一款呢 就是我會再把它拖運前 把它的電池先抽出來 放在我的隨身行李裡面 這樣比較不會說有一些電池上的問題 然後另外我還會帶小梳子 還有就是剛才有講到的腳架 簡易腳架 還有就是充電器的部分 比較硬體設備的話 我都會把它直接收在一個袋子 這樣我就比較知道說要怎麼找 然後也不會說就是四散在我的行李裡面 其實你看起來很亂 接下來就是雨傘 去泰國建議都要帶雨傘 因為泰國很常會有臨時暴雨 所以還會建議說自己帶雨傘 就不用說還要在當地購買 他們的暴雨其實很常是那種 你可能準備要去買雨傘了 結果它就停了 所以我還會建議說會自己帶走 如果你要去日本旅遊的話 我會建議說你可以事先在出發的前一天 插好就是所謂的氣象預報 然後再去決定要不要帶雨傘 因為日本的氣象預報 我覺得真的都很準 哪一天會下雨 它就真的會下雨 所以還會建議說去日本前可以插好天氣預報 接下來呢就是保養品跟面膜 保養品的部分會分吃的跟擦在臉上的 那擦在臉上呢我會自己把它收納起來 護髮素以及一些引擎眼鏡等等 都會在收在這裡面 比較特別的話我會帶一個刮板 這個刮板呢就是譬如說 因為我比較容易水腫 其實常常在出去玩的第二三天 我就開始水腫了 我會習慣說帶一個刮板 在我每天洗澡後然後敷臉 我可以做一個刮臉的動作 減緩自己的水腫狀態 然後保養品的話 我會盡量帶這種小樣 這是之前購入正品的時候會送的小樣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你可以把你這次所需的量 直接裝到這個小瓶子裡面 也不會說你再配大罐 然後去佔清理空間 再加上如果說這個使用完的話 你可以再從正品裡面 就是裝到這個小樣裡面 就是每次出遊都帶這一罐 就很方便 我比較特別的是 我自己出國都會帶這個棉花棒 而且它都是這種個別包裝 這個我都會在大創買的 而且它還蠻便宜的 接著呢就是這一包 這一包就是我的面膜 還有吃的保養品等等 我自己在化妝前 或是洗澡後的睡前 我都會習慣敷面膜 那面膜其實也沒有特別說 一定要用哪一個 反正我自己就是會習慣 用保濕的類型 敷面膜後 我可能做一個 按摩臉的動作這樣子 另外一個呢就是吃的 我會帶吃的 這個是什麼 好好聲音的 燕窩酸益生菌 但是也不限啊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根據自己的習慣 去帶你的 吃的保養品 接著是我還會準備 各種藥品 尤其是去泰國 我會建議大家 會把自己的腸胃藥帶好 因為其實泰國的 不是說衛生習慣 是他有可能會有 就是比較調味上 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們腸胃可能會受不了 那可能 像我之前 累積到第五六天的話 我就會開始腸胃不舒服 會建議帶自己的腸胃藥 然後當然就是感冒藥 那些都基本上是必備 就是根據大家自己個人的習慣 去準備你的腸胃藥 在你的行李裡面 這樣比較不會說 雖然有突發狀況 當地是沒辦法 供入到你常吃的藥品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行李 可以打包些什麼的分享 如果說你覺得 就是你自己有推薦說 一定是必帶的 也歡迎在下方跟我留言 告訴我 你推薦可以帶什麼 那大家也想要知道說 剛剛影片中提到的 帶的品項的細項的話 歡迎在我的資訊欄做查詢 然後我會把我的 所有帶的品項做一個表格 放在那邊 謝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這邊是空的 然後再次